各位同仁請就座 開會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第一位是由陳翠鸾議員 質詢時間45分鐘 議員請 怎麼沒有聲音 時間暫停 好了嗎 那感謝我們大會主席康議長 我們市長副市長市府團隊 我們的議會同仁 還有我們的記者媒體小姐先生 還有關心市政的所有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本市陳翠鸾 總質詢的時間 首先針對我們的空屋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高雄是空屋的重災區 那只要一談到空屋 大家一定會想到我們高雄 那我們高雄好像是一個空屋的代言城市 那昨天我們市長 有公佈一個空屋的免費搭乘 大眾運輸 那就是因為我們高雄就每一年 其實每一年的年底或明年初 總是空屋最嚴重的時段 所以我們市長在昨天有公佈一個空屋嚴重的時段 就是空氣品質不良 冬季空氣品質不良 然後大眾交通運輸免費搭乘的政策 我想這是一個利多的政策 那本市也針對這個空屋 跟我們市長大家來探討 尤其我們鳳山的空屋更嚴重 我們鳳山可以說是高雄 最嚴重一個空屋的重災區 所以我們市長和大家來探討 那這個有一個新聞的影片 來請播放 說到空氣污染 台灣也嚴重的受到影響 尤其現在台北市 大算要放空屋架了 台北市環保局日前就公佈 如果空氣品質指標AQI 達到了一級嚴重惡化 台北市政府就會宣布要放空屋架 也就是學校會停課 另外戶外工作者會停止上班 此外也將會禁止使用私人交通工具 市長 這個影片所談到就是 我們台北市政府環保局 它有設定 只要空氣品質指標 達到一級的嚴重惡化 也就是說AQI大於400 那台北市政府就宣布停課 戶外的工作者停班 那如果是到400我想已經身手都看不到五指 所以人的器官也嚴重的受損 所以台北市政府定400 其實像這意義大於10則意義 所以本市認為我們應該要有相關的法規的設定 還有一些應變的措施以應萬一的時段來公佈 那像這個圖表示各國空污影響我們的死亡率 你看第一名的 孟加拉 它的佔了百分之30 那第五名的印度 就是最近非常 空污嚴重 空污非常嚴重的印度 飛機都不想飛到我們空污 飛機都不想飛到我們的第五名的印度 另外我們的新加坡跟我們台灣 其實差不多百分之9% 佔了差不多120名左右 所以從這個各國的空污導致死亡的比率 那我們台灣跟新加坡差不多就 差不多在9%左右排名120名 那2016年WHO的資料 空污導致36%肺癌死亡 那其實肺癌已經贏過我們肝癌了 超過肝癌 比肝癌還罹患率越高了 所以過去我們的PM2.5 沒那麼重視的時候 當初空污嚴重的時候 就會影響我們的一些呼吸 還是腎戰心戰 那我們台灣洗腎的機率非常高 或許就是因為空污嚴重的問題 所以空污導致我們2016年 台灣有9000人死於肺癌 那是萬人罹患肺腺癌 而且隨著我們女人 獨立的負擔我們家境 接觸我們世外空污的機會上升 所以未來肺癌的人數恐將超越男人 真的女人罹患率會比男人更高 這個像高雄就是我們空污的中災區 那也是肺癌高風險區 我們隔壹會說是台灣 就是空污的一個代言城市 只要一提到空污 就大部分都就會想到我們高雄了 那現在要跟市長跟大家探討 尤其我們鳳山也非常嚴重 我們鳳山就是它的指標也當攻非常的嚴重 就經常紅爆 那也不是一天的新聞了 經常都上新聞了 我也希望我們市長還有我們市府團隊 晚上七點多你看 鳳山人舞藍子 還有我們鳳山都是紅通通都紅爆了 你看 那另外我們再看 也是當天的十月十八號 半夜十二點多 你看就有差別了 你看我們鳳山還是照常紅爆了 還是那麼紅 那像我們公產離地的大大部 還是空污嚴重的左營小桿還有林園等地的地區 它已經不再紅 已經不再那麼紅了 紅爆了 你看 所以從這個數據可以印證說 縱使空污嚴重的區域 它也是有時間性 它也是有時間性 像公產離地的大大部 還是空污嚴重的一些工業區 或是小港檸檬或是大堂 它到了半夜 就恢復一般的普通的等級了 反而我們鳳山 縱使在晚上半夜睡覺 還是空污非常嚴重 還是那麼紅爆了 你看 所以本線拿出來是說 我們鳳山經常就是紅爆了 像這張 11月18號 如果大家 不太了解的話 這張是11月18號 是晚上10點多 晚上10點多 我們鳳山你看 它的數據也是119 AQI也是119 你看像 工產離地的 小港還是林園 大寮 它也是在80以下嘛 所以這些數據可以印證說 縱使空污嚴重的區域 它也是有時間性 那反而我們鳳山 那反而我們鳳山 整天24小時 全部都受到 空污非常嚴重的污染 尤其我們鳳山 尤其我們鳳山可以說是38區 人口最密集的一區 那空污 空污嚴重 反而也不會輸 我們的大寮 是小港 頂頂工廠林立的地區 所以 本社在這裡要特別 建議我們市長 我們的環保單位 建議對我們鳳山民眾 做出補償性優惠的措施 那像昨天我們市長有提出 12月到明年的2月 大眾交通免費搭乘的政策 那但是除了這以外 本席還是希望建議說 只要我們鳳山地區 AQI大於150 不管是不是12月到明年2月 都一樣要有這樣免費搭乘的權利 那我們鳳山民眾 有這個行使這個權利 本席在這裡請問我們市長 本席這樣的建議是否市長 我們環保單位能夠接受嗎 那請市長可以針對這個建議來回應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第一個 我們昨天會發布新聞 就希望在高雄市 因為東北季風的因素 就從12月到2月 就是我們長年的一個觀測 就是高雄市中部以南台灣空氣品質最不好的地方 高雄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們才會提出在這一段三個月的期間 他的AQ當然AQI要大於150 這個我們每天 像剛剛那就要119 對 10月18號 對 要大於150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認為在這一段時間 AQI都有可能大於100以上 所以我們會認為這三個月 大眾運輸 我們用整個空污基金 空污基金就製造高雄市空氣污染者 他們付費 我們把這些基金來用來 我們在大眾運輸免費 就是使用者付費 有可能讓高雄的空氣污染惡化者 他們來付費 這不是用市民的納稅錢 這我先跟董議員說清楚 我認為鳳山地區未來 或是AQI帶150 所有大眾運輸都免費 還有我們環保局長期的觀測 大概如果這三個月以外 他們的空氣品質大概都是中等 所以如果真的是在那段期間 我們要不要再考慮 就是說我們用空污基金 延長或是什麼 這個部分 我們會在專業上來評估 我們感謝董議員這款的建議 但是如果單獨鳳山地區 要抓他們免費 我想這個在一個執行上 很困難 你車坐到這裡 你鳳山要坐到大 別人坐到鳳山 這個在執行上會有困難 但是如果真的我們高雄 除了這三個月以外 空氣的瓶頸 或是AQI會超到超標的標準 那高雄市政府的團隊環保團隊 我們會繼續在這個部分來討論 說是不是要延長 所以我跟陳妍大概做這樣的答覆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因為AQI如果大150 那已經對我們人體 已經非常嚴重的受損 所以AQI其實 這個數值其實都是公開的 因為現在資訊那麼發達 那隨時都可以公開的了解 那只要我們AQI定立一個 一定的標準 其實 這只要有符合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去優惠 還是有特別的補償性的措施 像我們的台北市政府 柯P的空污價 那其實也是一個避難的空污日 那像我們的大拉伯公車2也是免費搭車 我們的大拉伯公車2也是免費的搭乘 所以本身是說底下提出說 建議也類似像我們的大拉伯 免費的公車2免費搭乘 所以像剛剛本期在隨機取樣 10月18號一整天的時段 就可以印證說我們鳳山地區 24小時幾乎都是空污最嚴重的 可以說是鳳山可以是高用 最嚴重 最嚴重一個空污的重災區 所以本社在這裡建議說 市長環保單位一定要 針對我們鳳山做一個 補償性的優惠的措施 可以比照說像我們大拉伯的 公車免費搭乘 頂頂 所以本社在這裡 特別希望市長一定要特別來 來研議 如果真的敲過話 我們真的一定要來 來有一個補償性的 還是優惠性質 因為我們鳳山真的空污非常刺激 非常嚴重 所以這裡特別 市長針對我們鳳山市民 特別一個請命 請命 所以本社在這裡說 與其我們不斷要求 我們的大家 減能減碳 那不如說我們可以 應用我們公用的工資源 來投入這個補償還是優惠 那誰讓我們空污嚴重的鳳山 民眾可以免費來搭乘大眾的運輸 所以在短期內 也可以快速的降低我們的廢棄的排放 那空污的問題 所以更能夠帶動我們高雄捷運的運量 還有使用的頻率 所以如同剛剛我說的 我們的空污的數據都是公開的 所以如果我們環保局這邊 在一個公平的原則之下 其實我們空污嚴重的鳳山民眾 更應該要享受 免費的大眾運輸 所以本席建議說 定一個AQR的數值 如同說 AQR如果大於150的數據 那只要超過150的數據 我們就要讓我們鳳山 民眾來行使這個免費搭乘的權益 所以這樣就符合我們公平的原則 也可以還我們鳳山有一個 非常公道的生活品質 這是本市建議的希望 我們市長還有環保局這邊 特別來研議 真的 所以本席是說 如果超過150 就是不管12月份到明年2月份 都一樣要有這樣免費搭乘的權益 希望我們特別來研議 另外 針對我們 就是國際 著名的旅遊 紫蘭雜誌 孤獨星球 孤獨星球 它也有推薦我們鳳山的古蹟 本席也要在這裡建議我們市長 還有我們的觀光相關單位 應該來創聯來寫一下 那這裡有一個新聞影片 請播放 劉紫蘭 孤獨星球 公佈了 2018 世界十大最佳旅遊城市 來看到呢 西班牙的 塞維亞奪怪 另外 美國 澳洲 德國的城市也分別拿下 二三四名 而台灣的高雄 也是榜上有名 象徵的就是 高雄有藝術文化展場 海岸步道 夜市 郊區呢 還有天空步道 兼具了觀光 人文 商業 而且又能透過捷運 還有輕軌旅遊 這個新聞是 談到說 2018年我們高雄 就是 在全球 十大最佳旅遊城市 這個孤獨星球是 我們的背包 背包客 的一個聖經 所以我們高雄 在2018年 榮升為 名列第五名 第五名 那就是 我們高雄 我們高雄市政府 投注那麼多的經費 在建設 那這裡總算 有一些小回應了 那這個孤獨星球 這邊雜誌 他有提到 談到 我們高雄 輕軌 還有 中列池的夜景 博厄的倉庫 還有 旗津的海產 那還有 小卷等 在地的小吃 那另外 我們 孤獨星球 在前幾年也 已經有報道過 我們的台北的北投 還有台中的珍珠奶茶 還有麥巴的 咖啡 還有台南的 美食 那另外 我們台中的 彩虹 眷村 也是榜上有名 這等一下 我下一個議題也會 談到我們的 彩虹眷村 那 像我們的 國安城市 過去我們的 歷史背景是工業城市 那我們也是一再想 轉變為觀光城市 可是本席是說 也不能把我們原本的文化 成長 過去成長的歷史 去除掉 那過去的成長的 軌跡 也 不是被一堆的新的 建築 還是大的建築物 所能改變我們過去的歷史 像我們的 孤獨星球的雜誌 它的封面 也是我們的左營 蓮池堂的春秋閣 在左營的蓮池堂的春秋閣 這是我們高雄市 也是很老的景點 在我們觀光局 其實 在業務報告也很少提到 那反而是國外的 世界有名的雜誌 有提到一些 我們高雄市民間一些 景點 反而我們官方 所推薦的一些景點 反而 也比較少提到 都是我們民間一些景點 受到我們國際 世界其他的觀光客 重視 那像 我們這個也是 孤獨星球 特別推薦我們佛觀山 那還好我們高雄 有一座佛觀山 那我們台灣是一個 宗教的大國 那像 本席市道佛觀山這裡 他有舉拜一些打七禪 他有把文化跟 座禪 融合在一起 那有一些 國際 公共旅客 來我們高雄 其實也不是看一些 大建築物 還是輕軌 其實他是來參加我們的 佛觀山這個打坐 那 其實都非常吸引我們的 世界各地的一些 國際旅客來 我們高雄 也是衝著我們佛觀山 那 孤獨星球 這裡有推薦 鳳山景點 我們鳳山景點 那 這個就是我們前 日本海軍的 鳳山無限電信所 這個是 原日本海軍的 鳳山無限電信所 也是我們鳳山的古蹟 我們鳳山一個寶 那去年有 國警 那 概算起來 差不多需要 一億多萬 一億多才可以 整修修復 修復 吃莫菜 那 本期有看我們的 公關局的 觀光指南行程 那其實 一日游 還是兩日 行程 還是半日行程 其實都沒有我們高雄的 鳳山的 原日本海軍的 鳳山無限電信所 所推薦的行程 本期是覺得很沒菜 很沒菜 其實 都 我們公關局 也 都沒有把我們鳳山一些 非常有名的 還是古蹟啊 寺廟等等 排入我們的 觀光指南 所以本期是說 我們鳳山已經漸漸成型了 我們鳳山 也準備好了 那其實我們 鳳山 可以說是高雄 古蹟之最 古蹟最多的地方 還有我們的廟宇 還有我們的廟宇 還是我們的鳳儀書院 鳳儀書院 那還有 日治 日治 時代的建築 那從清朝到民國等等 都有非常內容豐富 所以 所以本期是在這裡跟你說 市府應該要好好的推動 來推廣我們的文化跟觀光 所以 像我們 《孤獨星球》的查志 我們鳳山景點也被入圍了 所以我也是希望說 今天應該要聯合的行銷 好好的運用 好好的善用 我們鳳山這麼好的一個 有那麼多的古蹟之最 還有我們的 日據 清朝 民國 等等 都有非常多的一些 現有的資源 可是我們的旅蘭指針 反而 我們的觀光局的 旅遊指蘭 也都沒有推薦 一日行程 還是二日行程 半日行程 都沒有我們鳳山的原日本 海軍的鳳山無線電所 所以本市在這裡感覺很不合適 在這裡提出來建議 在這裡針對本市的建議 那可不可以請市長 你的看法呢 針對我們鳳山的景點 是不是在加強在好的推動 觀光文化的行銷跟運用 是 請市長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陳妍 鳳山是高雄市 非常有歷史感 文化感 非常值得大家 對鳳山細細的品嘗 那我們認為在鳳山這個地方 未來有很多歷史的景點 那我也希望我們的文化局 譬如像鳳山無線電信手 這個地方有很多歷史的過程 跟故事 那我們會認為高雄是在未來 我們在整個對於全世界 在網站上的行銷 那我也希望我們的觀光局 文化局合作 讓所有的要到我們高雄來觀光 或者在我們在網路上的行銷 能夠把這些非常有歷史感的這些重點 把他們的很多的故事 做一個最好的係數 讓人知道我今天來看這 不是看一間老老的房子 這個建築物裡面 有多少血淚 有多少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 動人的東西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我非常贊同 陳妍言的意見 我會請觀光局文化局跨局處的合作 在這個部分更加強行銷 讓大家更認識鳳山 更認識鳳山 在整個一個古老古城 這個文化之美深度之美 謝謝 謝謝市長 我們鳳山可以說高雄的歷史中心 那所以我們要特別加強強化 我們鳳山景點的行銷推動 在這裡在處 包括我們的文化局還有觀光局 特別重視我們高雄的景點 我們可以說我們高雄 有古蹟寺廟美食等等是真的 我們要特別來重視 尤其我們高雄有歷史有故事 所以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地點 那也希望我們高雄 高雄市長特別來行銷來重視 謝謝 另外再從我們剛剛的 彩虹眷村 來看我們的黃埔新村 那像彩虹眷村 他的高手在民間 所以本席覺得說黃埔新村 他把原有的建築都原封不動的保留下來 但是就欠缺一個畫龍點金的一個高手 那這個高手在民間到現在 本席還沒有發 還是希望我們高雄市政府去挖掘這個高手 所以在這裡有一個新聞的報導 來請播放 知名的旅遊指南孤獨星球 他們現在推出新書世界的秘密奇蹟 而在台灣就有兩個景點入選 是台中的彩虹眷村 還有宜蘭的郡寶貝博物館 書中就提到彩虹眷村去 這個過去是眷村 而村子的人口逐漸移出 在裡頭的彩虹爺爺黃永富 是一位退伍軍人 也是現在村子裡的唯一村民 他在這個村子沒落之後呢 就用畫筆彩繪出一幅幅聚同趣的畫作 也讓這個曾經被戲稱為鬼城的村落 搖身一變成為了當地的知名景點 我這個影片在談到的就是說 我們的世界旅遊 查志爾孤獨星球 它有出一個新書 就是世界秘密奇蹟 那我們的彩虹眷村 與宜蘭的郡寶貝博物館 成為我們全台為二路選的景點 那市長有沒有注意到我們 其實它入圍這個台中的彩虹眷村 其實我們鳳山也有 就是黃埔新村 黃埔新村 但是就被台中的彩虹眷村拿走了 所以全世界的秘密奇蹟 我們孤獨星球雜誌所出版的新書 世界秘密奇蹟 被我們台中的彩虹眷村拿走了 所以本期來探討說 彩虹眷村它的故事 還有它的吸引力 它佔了日本 日客佔了三層 這彩虹眷村 它票選為日本網友 最想去拍照的景點 那這裡有一個新聞影片請播放 空拍俯瞰就能看見七彩絢麗的彩繪地板 彩虹村搶在暑假期間 重新修復 七彩場景 遊客搶著拍照 三百坪眷村空間 牆 屋頂 地板 畫滿可愛人偶跟圖騰 怎麼拍都好拍 光是一到六月累積78萬8千人到彩虹村 甚至打敗台北101故宮 這個彩虹眷村 剛剛所談到的彩虹眷村 它其實是台中的南屯的彩虹眷村 它原先是一個遺棄廢棄一個區域 那透過一個彩虹爺爺 黃永富一個退役一個老兵 用他的橋手 把台中的彩虹眷村 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觀光景點 那吸引上百萬個旅客的造訪 那從我們台中市政府的資料可以看到 它其實可以吸引每一天 三千到五千人的到訪 那包含了東南亞 泰國 日本 還有香港等國際的觀光客 那從台中市政府的資料可以看到 它其實有差不多900至1500位的日本觀光客 都到這裡來玩 那台中市政府 它也編列預算來維修這邊的一些整修跟修繕 來維護旅遊的安全的顧慮 所以你看台中市政府 就靠著彩虹眷村 就可以賺進吸引好 三百萬個旅客來造訪 帶動我們台中市政府 那麼多的觀光彩 你看 那所以本市 從這個彩虹眷村 來回頭來看看我們的黃埔新村 黃埔新村 那現在看黃埔新村 它現在的原住戶在哪裡 它已經被我們高雄市政府這裡 也遷移了 那有一個短坪 就屏東眷村 它有一個短坪 我覺得也是同我們高雄市的 簽種的原眷戶 再來花錢修復 吊軌的眷村 這是在講屏東的眷村 那我覺得我們黃埔新村 也可以適用 那我覺得本市 覺得說眷村其實是 我們台灣特有的 獨有的文化 那再造歷史場域 那是絕對值得肯定的 那像我們黃埔新村 它其實原有的房子都留下來 那可是現在 可不可以留下原有特有的眷村味 其實又有一個疑問 疑問 那像我們剛剛說的 台中 產紅眷村 它就是因為一個退伍軍人 對眷村的愛 變成了幫台中市 賺錢一個觀光景點 觀光景點 所以我覺得本市覺得說 那黃埔新村 原有的建築都保留住了 可是像我們現在 空間重整 還有人文重塑 我覺得好像多此一舉 反而原住戶都沒在這裡 那其實建築就是 最重要就是要有人嘛 人嘛 可是我們的人已經被牽走了 要有人才有故事嘛 不是單單就有一個建築而已 那其實這個故事喔 不是用建築物還是水泥 可以寫成一個故事喔 那需要有很多很多人 來串連一個故事 讓人家感動嘛 所以本市也說 看看我們黃埔新村 這個原住戶又在哪裡 那針對 我們又重新 再找人進駐我們的黃埔新村以外 那對於我們原本眷村 來自我們大江南北的特殊文化保存 跟原住戶的運用 那我們有沒有進一步的規劃 我覺得 本市說 本市覺得說黃埔新村喔 是全台第一座的眷村啦 非常具有歷史意義喔 那也有獨特的原有的文化喔 但是現在都變成一個工作室喔 那我們的原住戶呢 那我們現在又針對空間的 空間的重整 還有人文的塑造 那現在又重新找其他 其他不是原住戶的人來 重新進駐我們的黃埔新村 那我覺得 黃埔新村保留下來 原有原住戶的人都不見了 沒有人就沒有故事啊 我跟他吃沒菜 他也沒辦法保存原有的眷村 他的特色 他的在地位 所以本市已經提出來 那請問我們市長 那針對本席的看法 你請問市長 你有沒有要回應什麼 市長 那請營局長 那請營局長 簡單回應 時間有限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我想那個黃埔眷村 確實是台灣第一個眷村 當時在民國36年 孫立仁將軍的新一軍就在這邊 那他有非常豐厚的 這個文化歷史的一個意涵 那剛剛議員提到像那個 這個採紅眷村的這個做法 那有些東西必須要考量它的適合性 譬如說剛才也有提到 像我們的博弈藝術特區 我們就在這個特區裡面 沒有很多的彩繪跟一些藝術作品 因為這個場域是適合的 那因為目前黃埔新村 它是屬於文化景觀 所以呢它整個 在這個景觀的修繕跟 相關都按照文資法相關的一個 維護計畫來做 所以它這個東西其實是有在 不同場域的一個 不同表現方式的一個考量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我們目前推動的是以住待戶 目前有65戶 剛才議員講的其實我非常認同 但是這個確實在當年那個大時代裡面 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一個現象 整個中國大陸 五湖四海各省的人全部集結到台灣 確實創造一個非常特殊 台灣獨有的一個文化現象 可是我們也知道 像這第一代的援助戶其實已經 我們也不可能再回到當年的那個狀態 那議局長 現在第二代還是在啊 是 第二代第三代還在啊 所以我現在要跟議員報告的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 所以本席是覺得說 這麼好的一個最早一個眷村 其實我們應該去好好的運用 運用現有的一個資源 其實好好的去行銷去推廣 那你像現在目前是做工作室嘛 那除了工作室以外 你們又爭取文化部有 今年度有爭取一億多的經費嘛 那除了原有的計畫以外 那針對你們現在又重新找人進駐眷村 那原有的眷村位你們如何來保留 如何保存這個眷村特有獨有的一個在地 跟議員報告因為真的 我們不可能回覆當年那個大時代背景 當時就是五湖四海各個族群 可以聚集在這個地方 我們目前六十五戶裡面呢 其實也有不同的國籍 不同的背景的人進駐 尹局長如果沒有原住戶 包含有原住戶的二代三代 因為我們的已住代戶 本席看那個對象幾乎原住戶都沒有 還是有 我有聽原住戶有很多在坎培說 他申請要入住 可是都沒有入圍啊 都沒有錄取 而本席是覺得說 他原住如果被牽走 這個最早的眷村如果沒有人 就沒有故事 那沒有這時空背景的歷史 那就空談了啦 所以本席裡家說 針對我們黃埔新村 是不是在省思 在山思 還有沒有其他多元化的一些考量 好好的運用這現有的資源 你看到台中彩虹眷村 還有台中的黃埔 台中的光復新村 都做得很好啊 台中的光復新村啊 還是台中的彩虹眷村 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在這裡希望說 林局長針對我們黃埔新村 絕對一定要好好的 運用 運用現有的資源 好啊來發揮 好啊發揮 這樣好不好 因為時間有限 因為時間有限 你有什麼在書面 書面回應 另外在針對我們高雄 心智太低喔 它已經低過了全台中位數喔 低過全台的中位數喔 因為全台心智都很低 尤其我們高雄更低啦 所以心智差很多喔 網友都在在台北五萬 回到高雄最後腰斬 剩下兩萬九 那這個新聞影片請播放 請播放 郭忠祐網友分享 在台北原本50K的工作 回到了高雄 卻只剩下29K 幾乎腰斬 讓它好錯喔 真的不誇張 北高比一比 高雄市平均月薪 32,988元 而台北市則是 43,651 所以算每個月 就差了超過1萬塊 而放大到全台來看 新竹縣以 49,0111元區 剛剛那個新聞報導就說 在台北工作就五萬 來這邊就腰斬 剩下兩萬九 那其實他們都很想回家喔 這個受到非常熱烈的討論的貼文喔 其實我們高雄年輕人 其實他有個心聲 他很想回家 可是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 他在台北工作 他本來想把工作辭掉 想回來 但是他投履歷 差不多十分之一的回應 又找不到 然後後來要考慮說 他還是照常留在台北工作 我覺得這是非常辛酸一個貼文 非常辛酸的貼文喔 那我希望市長 還有我們市府團隊喔 我們是不是要想出一個 留住年輕人在高雄 工作的機會 那我們高雄 不管是 無論是海洋城市 還是觀光城市 我們都沒有一個有效提升薪水 一個產業喔 那希望我們市長喔 那希望我們市長喔 是不是有什麼有效提升薪水的產業 來振興我們高雄市的產業 讓年輕人留住在高雄工作 有一個表現的舞台 不然其實很辛酸喔 那 本期也從我們的 研考會主委 劉主委有說 針對我們的 2016年 勞退的薪資喔 提交薪資做出分析 那六都薪資以台北 這邊有做一個分析啦喔 但是本期覺得是官方的說法喔 因為台中也有自己的數據 所以本期現在有運用網路的一個 台灣薪資地圖喔 科的大數據來看喔 就可以 比較貼近我們事實的一個薪資喔 這是我們 行政院主計總處喔 近八年的薪資中衛數跟平均數喔 那我們的 全台的平均數是40612 那 那個 台灣平均數是48790喔 那中衛數是40612 那這是官方的喔 那全台的 從那台灣薪資的地圖 可以看出喔 其實 薪水的平均數是4萬初啦 那中衛數是3600 那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喔 我們高雄市其實 落在中衛數以下 那只是贏了台東跟花蓮宜蘭 而已啊喔 在中衛數以下 我們的薪水幾乎都集中在2萬到3萬多喔 那在4萬4萬多 反而幾乎落差很多啦喔 那針對這個 我們高雄薪資差這麼多喔 我在這裡請教市長喔 有沒有什麼有效可以提升薪水的產業 謝謝 謝謝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那當然陳議員引用的若干的資料 那我這邊也有若干的資料 那基本上高雄的薪資 近三年來我們的成長是6.38% 當然我們不是最低 那我們基於中間的位置 那我們的薪資是比台南台中都更高 不過我們高雄市對這樣的一個比較 每個城市的發展各有不同 不過高雄市我們努力在轉型 努力在提升努力在引進不同的一個高科技的產業 就是說高雄過去我們偏重於傳統的產業 但是最近我們一直跟中央在這個部分有很多的討論 說如果有很多像我們很多地區有科學園區 但是高雄到現在為止 入主科學園區還是複利在台南科學園區 那我們希望高雄有自己獨立的科學園區 後來我們高雄科學園區 包括今天我們科學入主科學園區土地的不足 華邦店到高雄的投資以後 高雄現在整個科學園區剩下十幾公頃的土地 所以我們現在很努力在跟國發會 等等包括科技部 大家在討論高雄應該要有新的我們的科學園區 這個都是希望留給我們年輕人更多的機會 那另外我想我們的經濟部 國發會跟高雄市政府 現在台灣大學成功大學跟中山大學 我們會有一個有關於材料國際協宴 在明年的9月就會招生 就是說要培植更多未來材料的研發 很多優秀的人才 讓我們的年輕學生 年輕的世代 他們在參與在這部分的工作 來做很多培養的工作 這個都是希望給年輕人機會 第二提升薪資 那日月光在前兩天 他們也公開宣布 日月光在高雄 大概會加薪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同時要再投資一千億以上 這個都是希望能夠給我們年輕的世代 有更多工作的機會 這些都是高雄市 但是在一個翻轉的過程之中 那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謝謝 謝謝 謝謝陳翠嵐議員的質詢 我們休息十分鐘